谢谢师傅开始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群里有师兄啊 有时候发出 比如某某某师兄的亲人 现在正在做手术 而在群里面求助念的信息嘛 但是呢 被助念的本人是不信佛的 那么请问师傅 这样子我们助念的经文 对他来说有效果吗 效果不大 我可以告诉你 如果群里有人求助 我们应该帮忙 这是正常的 这是好事情 你如果相信的人 你帮他助念 你会有功德 不相信的人 你给他助念 我可以告诉你 功德不大 而且效果不大 所以以后要帮人助念 首先这个生病的人 他必须要相信 他不相信的话 你们帮他助念 我可以告诉你 根本反弹的 没有效果了 好 谢谢师傅